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司機金特約股壇事件 我是李浩德 在旁邊當然是施老闆,施永青施先生 施先生,你好 你好 這星期,就像上集你所說 港股很淡爭持一下 維持在二萬六、二萬七的位置 觀眾朋友問 會否一股作氣,再而衰,三而揭 再上不夠力 會否有施先生最新的股壇 其實,我多數看基本因素 如果本來,充幾充都充不過 應該就預了力,可能會下去試低位 但如果客觀環境有利 可能在高位珍視一下,就可以再上一級 為何我說客觀環境都是相對有利 一個就是貿易戰 之前我說到這個時候 都應該逐步傾埋的機會多些 因為大家接受了先而後難 局部協議都接受 看局部有多大 我相信有這個基礎 一定有些事情可以談得成 現在其實 特朗普都開始知道 就是這樣糾纏下去 整天只有周圍先風點火 又沒有收穫 所以我相信 接下來都是走向有部份傾石 另一方面 香港的社會事件 我之前說過會逐漸平息 現在 這個星期似乎是 還未平息 但好像都好轉了一些 基本上,以前不同的時間 都會出現一些社會衝突 但現在大部份時間 是星期六、星期日才有 地鐵都準備由收拾點 轉為收拾點 都是正常化的一種現象 另一方面 我看到香港事件 現在變成世界榜樣 西班牙、智利、黎巴嫩、伊拉克 有一段時間,英國也出現過 而且那些國家處理的手法 更加硬正 比香港智利更加硬正 很快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很多地方都出動的武力 遠遠比香港大 所以香港其實 我經常單身演悲劇 起碼未曾演很大的悲劇 起碼北京、特區政府都是修煉 不想問題擴大或到國際化 另外,如果只是香港情況 會覺得差一點 如果很多地方都有 不是為我讀衰 多多少少都好像沒有那麼差 我自己覺得 慢慢平靜的機遙 所以變成總趨勢向好 過程中又反覆 這是大市的起碼 今年至少上網28,500元 暫時未修訂 另外,觀眾朋友可能會有興趣 我知道詩先生,你最近的小篇文章 關於香港未來發展一個挺有趣的看法 就是2097年 有些觀眾朋友叫我訪問 詩先生,可否多說一些 你只說2097年,不知道 其實是2047年到期之後 加多50年不變 香港玫瑰本身,我們有50年不變的承諾 去到2047年 你最新的提議就是,不如再加多50年 為何這樣想 一個現在社會糾纏在一些已經發生的事 這些眼前的矛盾 拖累著我們向前望 我們做人,其實應該望遠一點 我看到現在社會上有那麼多不滿、擔憂 其實很大的原因,50年不變 最初鄧小平承諾的是1997年到2047年 一個很長時間的不變 現在已經下跌了一半 現在差不多22年多 剩下27年多 對一些年輕人來說 他們現在十多二十歲 過多二十多年,都是四十多歲 正是人生的盛年 之後會怎樣呢 現在是一個問號 雖然有些人說會繼續 但不得確定 所以我自己覺得 鄧小平為何會50年不變 他看到香港 香港裏面很多人 對大陸那種制度 還未完全認同 以及有抗拒 如果硬要融入去 會有矛盾 所以他承諾50年不變 現在來到這一刻 其實這些抗拒 他還未完結 如果面對現實 令到人安心一點 去到2047年 如果加多50年不變 以後每25年 就逐多次起 大家就 起碼有信心 我自己覺得這樣做有甚麼好處 你可以將我們整個社會的關注面 究竟警方有沒有使用暴力 這個社會事件是暴動 或是爭取自由民主 暫時沒有糾纏字 為將來 大家研究一下 將來香港 應該怎樣走 之前那麼多問題 解決不了 出現在哪裏 我覺得 如果將來要走得好 一定要搞清楚 就是香港的定位 香港和中國是甚麼關係 哪些東西是香港可以自主的範圍 哪些東西要看國家整體利益 大家要界定清楚 另外香港的營運模式 之前是出了問題 整套基本法 最初是未實踐過的時候 構思出來 實踐了22年 由實際的經驗 總結出來 應該是去調整 共產黨本來主張實事求是 要實踐去檢驗真理 當日一國兩制是很新的概念 你不能夠說 偉大領袖 以後就一成不變 偉大領袖都教我們要實踐去檢驗 實踐過 檢驗過之後 應該怎樣 我們新的環境下 應該怎樣 定立未來的營運模式 可以回到80年代中 起草基本法 我們現在不叫起草 有一個大框架 現在可以修電 改進 社會的注意力 就會放在未來點下 如果總結經驗 改善之後 希望將來走得更加順 不會再出現強硬的對碰 這是我認為 解決香港現在問題的一種方法 紙暴製亂 只是眼前解決社會的糾紛 只要按 按完之後 你也要走 不可以經常按 經常按住 一鬆手又會爆 或儲一下壓力 到某些地方就爆 一定是 要將壓力輸放出來 即將問題的源頭去解決 是的 為將來定定一個更好的方案 更多人能夠認受信任的方向 香港才會走得好 明白 今集時間都差不多 多謝C先生 各位朋友對我們古壇事件有興趣的話 歡迎去到以下網站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 更多人 約去待 結束 任